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社会 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个老人 如何养老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不过要避免年纪大了才被金融诈骗 或是亲友私自挪用你的退休安养金 甚至要预防被子女拿了钱就抛弃的父母 有一种金融商品可以帮助你退休金多上一道安全索 让退休的老本达到你事先约定的条件 这个安全索才能够被打开拿出钱来花用 保障你的退休安养经济来源 今天就来介绍很好用的金融工具 也是金管会还有各银行都在推广的信托2.0 养老金信托 大家好,我是Rita 这个频道是为了局势带的自我学习 每周分享生活理财法律小知识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在台湾今年每4.5个青壮年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到了2040年每两个青壮年就会负担一个老人 当一个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超过占比20%称之为超高龄社会 看到这个数字会不会被吓到呢 未来20年台湾就会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这意味着青壮年人口将负担越来越重了 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没有子女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准备好退休养老计划 上次影片有介绍保险金信托和遗产信托 主要是为了深厚的财产照自己的意思来处理 这些遗产保险金都是为了所牵挂的人着想 但是如果是自己要面对的老后生活呢 因为年纪大了会不会判断力减弱 或是身体突发状况有失智了或生病了 没有办法自己管理财产照顾自己 有时候会拖累其他的亲人 这个时候就要用退休安养计划来照顾自己了 什么是退休安养信托呢 退休安养信托就是一种为退休的生活 所预先的财富准备 具有保管安全可靠性 还有投资专业性 还有给付方式的多元化的特性 委托人呢 办理退休安养信托之后 受托人呢 就会定期的提供信托的财产报告 并且由信托的财产之中呢 提拨部分的资金给委托人 除了可以用来支付生活费所需之外呢 当委托人发生重大的事故的时候 也可以约定用信托的财产来支付医疗费用 安养费用 因为信托把钱交给可以信任的机构来专款专用 在高龄社会下还会防堵金融诈骗 还有不当投资的功能哦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你就会知道高龄化社会保住老本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案例一 有一名独居的田妈妈 收到了一通自称是检察官的电话 告知她没有向国税局报税 有逃漏税质疑 并且假冒检警说了 因为侦查不公开 让老母亲因为经验不足就被恐吓了 不敢开口向家人寻求协助 诈骗集团就透过LINE的通讯软体 要求她遵照反喜钱的规定 将存款分次的取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一共被骗了大约500多万元新台币 子女得到了之后知道非常后悔 没有早一点将母亲的钱拿去信托管理呢 才会被骗掉这么多的养老金 案例二 年轻的时候就离婚的李妈妈 独自把儿子养大 不过因为儿子经商失败了 失业在家 不懂得存钱 一有钱就挥霍殆尽 现在常向年迈的李妈妈伸手要钱 因为最近李妈妈行动和思考 都有些推化迟缓了 担心自己年老判断力变弱 没有办法管理这些财产 也怕儿子把唯一的房子拿去卖掉了 因此将一千多万的房产 交由安养信托来管理 每个月的生活费 让银行从信托资金里面拨出 用来支付自己年老的医疗 还有安养中心的费用 指定专款专用保障自己将来的生活 未来过世了有剩下的财产再给儿子 也不用担心儿子因为过度的挥霍 自己老年反而没有钱可以用 因为老年化需求 让信托的门槛已经降低很多了 最近有银行很积极在推广安养信托 打出用铜板信托的口号 像独居者顶客族子女在外地工作的生活 老年人有身心障碍 失智家人或是基于预防诈骗 都可以到银行去办理规划安养信托 因为门槛变低 费用其实也不高 安养信托的费用一共有两种费用 开办费和管理费 开办费只要付第一次就可以了 简易的金钱信托开办费大概3000到5000元新台币 不过如果是交付安养信托的财产比较多元化 像是有现金、不动产、股票、债券 这些有价证券或是其余内容比较复杂 例如说收益人包含比较多的人 这些开办费就会比较高 大约1万元以上到数万元都有 第二需要信托的管理费 这是用以月来计算的 每一年收的信托管理费大约0.2到0.5person 台湾的信托费用其实并不高 例如像李妈妈用信托财产1000万元来计算 银行的管理费用算最高的费率 一整年大约只收2万元到5万元的信托管理费用哦 接下来看一下退休安养信托要注意什么事项 还有作业的流程 第一点呢 我们就是先找到适合的受托银行 去了解保险金信托的管理方式 信托的门槛 还有手续费和管理费 第二呢 要找到合适的信托监察人 如果怕自己失智失能需要被照顾 就更要找到可以信赖的信托监察人 一般是来找自己信任的亲友或是用律师 也有许多身心障碍者是由社服单位或是政府来担任监察人 以免因为信托契约被不当的信托监察人 任意的变更终止信托契约哦 第三与受托人还有信托监察人呢 讨论信托的内容 例如说你的信托财产呢 要定存还是要买基金或债券 还有信托的利益要怎么给付呢 是直接每个月给钱到账户 还是汇入安养机构呢 第四 按照讨论的结果来签订信托契约后 将资金呢就转入了信托专户并且启动了信托的机制 第五 银行照信托的契约定期或不定期的将生活费 医疗费用安养费用支付到你所指定的账户之中 第六呢 信托的监察人呢会去监督这些受托的银行 那信托的事务执行呢 看看有没有符合受益人这些利益哦 第七 如果最后信托契约终止的时间呢 就要返还所有的信托财产了 到底退休安养信托适合哪些人呢 第一 就是家中有年老的长辈或是自己会自己准备退休安养金的人 台湾的高龄生活起居还有财产管理呢 多半都是由家人来处理 九成以上的监护人是子女或是亲属 正因为高龄化的社会呢 照顾好自己呢 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 所以呢 安养信托其实也是给子女一份没有负担的爱 不过在日本也有很多的案例来显示哦 监护人将老人的财产呢 挪用甚至侵占他的财产 因此呢 年长者将财产交付安养信托的时候 也是因为事先规划不去求人 保护自己退休财产一种很好的方式 将自己的财产交由受托的银行 直接定期支付医疗生活费用 万一老了失智失能 还可以预先约定给长召或是养护的机构 既不会被诈骗侵占财产 也让老年的时候可以得到固定的安养费用哦 第二呢 熟灵单身还有离婚独居的人也很适合 现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越来越少了 子女能够自立自强 不变成啃老族已经非常好 何况未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 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也会很大很辛苦 想要靠别人不如自己预先规划年老的时候 信托财产照顾自己的生活 那退休安养信托呢 归纳有六个优点 第一呢 降低财产招他人挪用或是诈骗的风险 第二 信托可以定期不定期仅付 长期来照顾自己或是自己指定的对象哦 第三 降低被自己或是家人把钱挥霍掉了 或是因为不当的投资就损失了自己的退休金 第四 退休养老资金呢 可以灵活的投资运用 因为银行有专业的团队会来协助管理 第五 有可以信任的信托监察人来监督执行信托事务 第六 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 不可以任意强制执行 这些在信托法里面都有规范 以上是退休安养信托的介绍 我们面对人口老化加上少子化 估计未来安养信托也会有庞大的需求 不管是单身顶客族还是单亲独老族 未来能够依赖的亲友会越来越少 多学习一些金融工具来帮助自己 解决对未来生活安养照顾 才能够享受快乐的退休生活 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欢迎在留言分享你对退休安养的规划和看法 如果你觉得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 欢迎订阅FB粉丝团Rita橘子好学 里面有更多的理财法律文章内容 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了 谢谢